大家好,我是小静 小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一种古物 小米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地区 女人生完孩子坐月子,大病出狱之后都喜欢吃一些小米来养养身子 要说起小米的神仙搭配,当属苹果了 这不单单是简单的食物搭配 尤其是在三福天,更顺应我们的脾胃 一起来看一下做法吧 首先准备30克小米放入盆中 加入一盆清水,先把小米清洗一下 我们在洗小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千万不要搓洗,搓洗的话会破坏小米的营养 一般市面上买来的小米都比较干净,洗上一两次就可以了 洗多了,小米的营养成分也会流失 清洗干净的小米,先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下来把苹果湿润一下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用手反复地揉搓苹果的表皮 光鲜亮丽的苹果很多是商家为了便于保存打上了一层蜡 食用蜡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但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会打上一层工业用蜡 所以我们在清洗苹果的时候,一定要用食盐反复地搓洗 搓洗好了之后,再加入一盆清水,把苹果彻底地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苹果,把它一分为四 然后再把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内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清清酸,是不能吃的 接下来再把苹果切成薄片 夏天的水果当中,大部分的水果比较偏寒性 苹果呢,属于温性的水果 所以在夏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苹果 苹果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几颗红枣,先把枣盒去掉 红枣一次用上三四颗就可以了 用多了也容易上火 红枣切好之后,也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20颗花生 加入一碗清水,先把花生清洗一下 花生我们最好选择这种红一的花生 红一花生的营养价值比白一花生要高出很多 清洗干净之后,也倒入碗中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豆浆机中 加入约900毫升的纯净水 水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如果喜欢喝心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水 这个米糊我一般会打上半个小时 这样的话,小米吃起来更加的香浓 这个米糊不用加糖,吃起来酸甜 还有一股米香味 尤其是在夏天吃凉的东西吃多了 肠胃不舒服 我经常会做给家人喝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